陳湘婷 陳以萱姐妹檔 和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李應萱 三人一同在2015光州市大運 跆拳道品市女團奪下銀牌 今年背負搶盡期待 可惜7.68分 0.02分之差不敵南韓 連兩屆曲軍銀牌 賽後第一時間都紅了眼眶 有點差距 所以 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不行啦 哪有人會看銀牌 其實我覺得我們今天已經就是 練習以來最好一次 然後本來以為成績可以更好 傷心之下同樣是銀牌 張維杰 謝民陽和謝家榮的 男團組合 氣氛確實好到不行 原本陣中的沉浸 上週突然受傷退賽 謝家榮經濟地步 三人只攜手練了一個禮拜 就拿到銀牌 表現已經是超乎預期 默契上還有節奏要配合 真的差比較多一點 所以一個禮拜能夠練得起來 在檯面上表現這樣也真的不錯了 不是上場的選手特別辛苦 其實很多陪訓幫我們 陪我們一起訓練的選手 也真的都很辛苦 那我們練習空翻的動作 其實不是一個人完成的 是大家一起互相幫忙輪流做 然後我們做動作的時候 大家會特別興奮 就是因為看到大家成功的那一刻 這真的會很感動 比賽從來都不只是參賽者自己的事 包括教練和其他隊友都是幕後英雄 跆拳道隊團結一心 本屆世大運品是個人 團體和渾霜 五組參賽 銷納一金三銀一銅 台灣獎牌庫果然名不虛傳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